首歌曲科幣 今天的説明語 出題名 呼吸 有一種說法是 打拳的時候呼吸 緩 然後勇 然後長 但是這是一種說法 其實這種東西是比較屬於一種譬如說在練功的方式 譬如說有什麼功法 他們的動作可以把它做成速度式自信 你自信 慢慢慢慢這樣 它可以把它設定成自信 但是派遺拳它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尤其我們稱是派遺拳 派遺拳原則上講 當柔還有快慢 所以它動作因為速度沒有一致性 長短沒有一致性 所以呼吸也不會有一致性 不會 呼跟吸 通通就是說都是兩秒 兩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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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這樣 尤其我們在定式完成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不是要做到吐氣霧淨嗎? 吐氣霧淨 那個時間就會拉得比較長 平常一個式子裡面譬如說有兩次或三次的呼吸 中間這些呼吸可能沒那麼長 吐氣 尤其吐氣 但是到定式的時候因為吐氣一定要把它吐完 所以這個時間會放得比較長 會拉長 一定會拉長 而且我們泰遺拳一直注重放鬆 所以你鬆成的那個時間也要拉長 如果你沒有拉長 你鬆不徹底 那吐氣不徹底 那你打拳呢 就沒辦法把那些陰涼的東西 從呼吸還有放鬆放長 把時間放長 這裡面得到一種經驗 所以你不要說我呼吸要雲啊 長啊 風通一致性 那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那就看起來就是呆板 那一拳如果打起來呆板 就不叫泰遺拳 其實它是要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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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本來就是肛肉 陰陽 快慢 那一定要也 沒這些道理 就不要說是泰遺拳 那就是公武法 某一種公武法 大家一定要記得 這種原則